我现在带武汉了,是来看樱花的 然后我现在要去凉道街吃下小吃 然后晚上看一下黄鹤楼的夜景 到那个熊太婆水饺了 然后这个点现在还没什么人 我打算进去尝一下 这个水饺我点的是酸辣味的 它这个饺子的面质是比较弹性,比较爽滑的那种 很筋道 然后最害怕的脚皮就是面面的一戳就烂的那种 然后它的馅有点小 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很便宜嘛,只有12一碗 它就是里面的馅就是肉馅,没有别的 然后酸汤的比较开胃 辣子的话很香 就是喜欢吃水饺的可以过来尝一下 鞋对面马丁豆豆去打卡 看见那间黄色的房子了吗?就是马丁豆豆 哇,它旁边排鱿鱼串的排那么多 那我们先来买这个吧 这个一样要一份 对,这个和这个 咸蛋黄的 这个就是咸蛋黄挖挖叫 然后我手上拿的是这个小猪肠 我肠上里面包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它就是肉肠 但是真的会包着一咬就流汁了 这个好吃啊,超级香 我没尝过咸蛋黄味 而且有点太油了 一咬就是嘴里一股油 没有咸蛋黄味不符合我的口味 天空糕我在成都吃过了 然后这个铁板鱿鱼 我觉得每个车市都有吧 我就不排队了 我到潭花林了 从梁道街走过来就是十几分钟 潭花林应该就是一些老旧的街区 改成的一个景区 主要是卖一些小商品和一些小吃吧 它这个走到一半就在修路了 就很多店有一半应该是逛不了了 我到户部街这边了 我感觉比较冷清啊 没什么人啊 是不是我来太早了 但是现在也七点了 武汉户部乡 终于热闹一点了 可能是刚才我没找对地方 那边只是户部乡的入口 蔡林记 他们家很出名 但是我现在已经吃不下了 哇 看一下这个人山人海 我刚才看着都在排队 我刚才错怪人家了 人家热闹得很 看武汉成城大桥 应该是吧 这块是中华路一号码头 然后我要回江汉路步行街那边 所以到一号码头来买票 我要去坐轮船了 就是到八点之前都是一块五 就是过了八点之后 就属于是零点时间了 然后它是要涨到十块钱 那边就这么多了 所以就在这边 看着有什么东西 就是这边 还是真的 有什么东西 那边 就是那边 能不能帮到 喊 这个小点点亮亮的,带个尖的 今天就打算早点回休息了 然后明天有明天的景区安排 想要许博物馆转一转 我就直接早点休息 这步层街这么晚了还这么热闹 看得我都不想回去休息了 现在要走到隋塔街去吃一家早饭 然后早上的时候起来换了家酒店 因为樱花季真的太多人订房了 我就没有提前订 是出发前一天订的 所以搞得现在每一家酒店都不连着 四天我要住三个酒店 我的天啊 这得排到几点啊 我终于排到一份热干面了 然后本来想等着烧麦一起吃的 但是前面的大叔说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现在来尝一尝 它那个底下黑色的那个应该是黑芝麻酱 闻起来特别香 这个是那个烧麦中油烧麦 然后一点是四个 然后这个是热干面 这个热干面里面有那个 刚才我吃了有萝卜丁 黑芝麻酱 然后酸豆角和辣椒可以自己放 然后里面还有肉燥 非常香 然后这个是淡酒 就是鸡蛋冲的那个米酒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肉汤和肉块 武汉果然是碳水使人快乐 我现在到湖北省博物馆了 我现在到湖北省博物馆了 这么多就是西 enquanto暴力 活七宫凌的话 我现在可能有一定的味道 有意思是去你的 对我家词三好 我们下火之后 对那境 multitude 有点不离 我可以看你的 有点不离 也算了 有点不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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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